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大千世界 现在又有一种新的绿色能源出现了 英国一所高中点亮电灯的能源 可不是来自电力公司的电 而是利用学生踩下的脚步所产生的动能来启动电灯 如果一直跳一直跳的话呢 还能帮手机充电 这项科技将可能成为智慧城市的下一步 是不是很棒的能源利用呢 一起来看看 学生们经过走廊准备去上课 他们的每一步都多了一项额外的功能 就是为学校提供能源 关键就在脚下的地砖 能源开发公司在英国一所学校的走廊 安装了24块脚步发电系统 学生们在地砖上的每一个步伐 都能够产生4瓦的电力 足够启动天花板上的电灯 他们可以转发他们的iPad、iPhone、iPod 如果继续上升幅和下降 这一步是非常精彩地 把你的脚步的距离 那下距离的动力 只有5mm 会得到每一步的动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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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是12V 它能够安装很容易 而且是一个很确定的解释 PaveGen脚步发电系统的发明人 25岁的库克认为 这种脚步发电系统 有可能成为智慧城市发展的下一步 这所学校还将能量回收逆砖的介绍纳入课程 也让学生从网路上看到能源产生和使用的情形 随着能源危机意识提高 替代能源的利用也越来越重要 或许哪天走在路上 我们也能看到这种靠着脚步发电的地砖出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